第1931集 事与不是很重要吗 叶霓厂反问 叶公子也不是叶家的人吧 其实你我的目的差不多 都是为了对付叶家 谋夺叶家基因而来 小妹很想与你合作的 叶晨文言不禁笑道 你就是这样与我合作吗 没办法呢 谁让叶公子太厉害了呢 小妹总得要先把不安的因素 限制下来 师兄放心 小妹不会杀你的 成功挟持住叶晨的叶霓厂 几乎是彻底变了一个人 身上原本的那股心灵之气 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的 娇媚妖娆姿态 烈焰红唇紧贴着叶晨的耳边 唇齿开合之间 一缕又一缕的清香 喷勃在叶晨的耳朵上 极尽挑逗 说话时 那神太监尽是妖媚之意 眉心不知何时印上了 三点星红的神灰 流转着水波的单凤眼眸中 虽然含着戏血和笑意 但更多的却是如 黑寡妇一样的森寒 叶家呀 可真是千疮百孔 叶晨忍不住感叹 连最核心的弟子 都是别人的卧底 这样的叶家 能坚持到今天 也还真是不容易了 好在他一直没有 暴露轮回之主的身份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霓厂说不会杀他 这显然是不太可能 这个女人不动则已 一动惊人 瞬间的暴起 再加上与他 同出一脉的那些弟子们 这祖地里的情况 已经彻底变了样 我其实很好奇 你既然都已经动手了 为什么又要留着那个叶生 还有叶弹竹那一脉的 几个弟子呢 你别告诉我 你是在为叶家着想 叶晨笑问道 为什么不是呢 小妹也是叶家的人呢 你 叶家 叶晨冷冷一笑 不至于吧 都这样了 还打算用叶家的身份吗 天道工的人 不是一向都很看重 自己的身份吗 叶霓厂娇声笑了起来 两人几乎面对面 我本来还不确定 你就是那个神秘青年 但是现在我确定了 公主大人三番五次地 在你手里吃了亏 如今看来 你似乎也不怎么样嘛 昔日的那些天道工长老 可真是没用啊 叶晨毛子微眯 看来天道工是打算在这次祖寺中将叶家一网打尽了 女人见到叶晨如此神态 顿时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你倒是很聪明啊 竟然猜出了我的身份 不过 叶公子 你不觉得现在才发现 已经晚了吗 大概吧 叶晨不知可否 只怕这时在玲珑宝塔内 叶家已经彻底乱成一片了 天道工真是好大的手笔 谋划了这么多年 代价很大吧 哼 拿下叶家 这些代价也就不算什么了 威胁 不就是该回去吗 叶霓长冷笑着说道 这倒是 叶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可是你要拿下叶家 控制我有什么用呢 难道不应该先把叶家那些弟子 解决完吗 你说他们 叶霓长看向了叶生 和剩下的那些叶家弟子 嘴角露出一丝轻蔑 哼 叶家孤家寡人 其余几个弟子群龙无首 你觉得他们对我有威胁吗 哦 这可说不准 叶晨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可能坐卧底太久 忘记了一个事情 什么 叶霓长轻挑眉梢 话音刚落 在叶生与叶弹竹一脉的弟子 朝着叶灵天走去 准备动手阻拦叶灵天的时候 战斗突然爆发了 叶生在凝聚了足够强大的一记法印后 反身朝着叶霓长的那几个手下轰了过去 猝不及防之下 有两个弟子当场被打得行神俱灭 如果说叶生的反戈已经让叶霓长惊讶不已的话 那么叶弹竹那一脉幸存的四个弟子 同样也瞬间反击的画面就彻底震住了他 虚语之间 叶霓长也变成了孤家寡人 跟着他一起进来的枝脉弟子全部殒灭 此前 算上叶晨和叶灵天轮回兴时的封印解除后 祖地内幸存的叶家弟子有二十一人 另外的九个弟子已经死在了传承考核的过程中 这二十一个幸存者中 除了两名来自叶家底层枝脉的弟子和叶晨叶灵天外 剩下的都是三大主要势力的弟子 叶生这一脉算上他有七个人 他们是叶家血脉最浓郁的弟子 叶弹竹和叶霓长那一脉 包括他们自己各自有五个人 现如今一系列的枪发下来 叶弹竹死了 两个底层枝脉的弟子死了 叶生那一脉的六名弟子死了 在刚刚的反戈一击之中 叶弹长这一脉也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整个叶家祖地内 近来了三十名天资卓越的叶氏修者 现在却仅仅剩下了八个人 叶晨叶灵天叶生叶弹长 还有四个来自叶弹竹那一脉的弟子 从叶弹长突然抱起 手下弟子冷血而果断的 对身边叶生那一脉的弟子下杀手开始 再到现在叶生与叶弹竹那一脉的幸存者 携手反杀 这里的局势说是一波三折也不为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兜兜转转之间 最劣势的却还是叶陈与叶灵天 一个被挟持住了 一个在接受大道洗礼 毫无反抗之力 看吧我就说你坐卧底太久了 整天勾心斗角 都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叶晨似乎是对刚刚的变化早有预料 轻叹道 不管他们自己人怎么内斗 那到底也是老大跟老二的恰价 谁赢谁输都是为了叶家 可你不一样 你上来就下杀手 而且杀的全是拥有叶家血脉最浓郁的主卖弟子 这还行 叶生他们虽然傻了点 却也没傻到看不出你的打算 你这可是要拔他们的根 复巢之下安有顽卵 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织卖的弟子 但联合起来先把外来力量清理走 这还需要什么商议吗 不就是一个眼神的事情 你闭嘴 叶尼长满面寒霜 他的确是酸漏了 可这轮不到叶晨一个阶下球来指责 他声音冰寒带着强烈的反感 你别忘了 就算他们杀了我的人 你也活不了 那你就错了 嗯 叶尼长心中一紧 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你知道吗 其实我很诧异 以你在叶家潜伏这么多年而不被发现 甚至都成为了最核心的弟子的经验来看 应该是不至于这么傻的 叶尘看着叶尼长 四目相对时 他忽然诡异地笑了笑 但我实在是想象不到 你为什么会天真的以为掌控了我 直接威胁到我的石海神魂 就可以挟持我呢 我们公主难道没告诉过你 我不是普通的对手吗 话音未落 叶尼长心神陡然一阵 眼前疏然扁得迷蒙了起来 他触碰叶尘的眉心 突然闪烁出一道来自九幽的光 宛如恶魔的眼睛 在这一刻睁开了 恶魔幻童 瞬间的狮神 对于高阶修炼者而言 这是致命的 等到叶尼长迅速调整 恢复清明神念时 被他挟持在手上的叶尘早已脱困 就站在两三丈远的地方 正面含玩味的笑意看着他 我一开始以为 你躲到我身后去 是担心中了我的铜数 可我真没想到 你在眼看着要成功了的时候 居然大意 自负致死 看起来 你跟口中的那些天道工长老 也差不多呀 这番话落入叶尼长的耳中 无异于是羞辱 不久之前 他刚刚得手之时 还曾大笑嘲弄 就差直言 连天道工的公主都高看了叶尘 以往对付叶尘的那些天道工同僚都是废物了 结果没想到转眼之先 形势直转而下 这话居然被叶尘给送了回来 我真后悔没直接杀了你 叶尼长咬牙切齿 全身都紧绷了起来 这时候 不论是叶生那些人 还是叶尘 目光全都锁定在他的身上 露个破绽给你 你还真当自己很厉害了 叶尘双手负在身后 神色淡然 你不会真觉得 在你接近到我面前 突然爆起的时候 有机会直接杀我的吧 你 什么意思 叶尼长面色飞红 这是气的 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翘脸上迅速升起了 满不置信的神态 你一早就猜到了 我不是叶家的弟子 那倒没那么肯定 只是有些怀疑而已 叶尘耸了耸肩说道 从我第一次与你 还有叶潭竹叶生见面时 你的长袖善武 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当时 叶生和叶潭竹发生争执 是你居中调解的 后来 叶生想要拉拢叶灵天 因为没能成功 有些恼怒 也是你居中调解 你这么一个 照顾旁人面子 善于调解和圆滑亲和的对象 却在后面 又当着叶生与叶潭竹的面 拉拢叶灵天 这是不是有些矛盾了 要知道 那时候叶生和我们 是很不对付的 你当着他的面拉拢叶灵天 这可与你一贯的形象 说不过去呢 就因为这样 你就怀疑上了我 叶泥场柳眉紧锁 仅仅是疑惑 还谈不上怀疑 叶晨拍了拍自己 衣服上的尘土 诗诗然绕着叶泥场 走了半圈 这会儿已经不用着急了 祖地内的局势 基本稳定了下来 叶生和那四个叶潭竹一脉的弟子 只要不傻 就不可能再对他 或者叶灵天动手 最后iffe absorb各个叶子 已经是几点了 镇